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Kirby 這個是九日 遊玩流程 第六部分 上個部分我們開始探索這個煉丹工廠 那麼 煉丹工廠 這個區域呢 我們也是 盡量的去做探索 那這個地方其實 他地形非常的 非常顯霧 很多這種場地殺 然後很多尖刺 那種被刺到就會直接讓你重置到回原來的地方那些尖刺 再加上一些地形上的考驗 那還有就是全屏的這個熔岩吧 非常的困難 再加上呢 這個boss戰呢也都是比較不好打的 需要一定程度的熟悉那有些甚至還要先去 閃掉他的攻擊喔那一路跑酷喔那跑到對面去把這個東西關了才能夠進行戰鬥等等這些 比較刁難刁鑽的一些設定喔 那我們也是一路過關斬將喔最後面呢是 擊敗了一個行天喔這個倉庫管理員 我忘記他這什麼名字啊前面有一個他復活的一個 古代兵器吧 行天 最後面也是成功的幹掉他 大概就是三個部分就是玩到這邊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其實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就是打完行天之後下來 那前面這裡有個門 那另一條路呢是 之前喔在 前面的一個區域裡面呢有個 往下的電梯 當時呢我們沒有繼續往前走 所以目前的話看起來是 呃有兩條路可以讓我們前進 那現在既然我們在這個比較近 現在既然呢我們是在這個天倉地庫這個地方 所以呢就先往左手邊的這個門看一下他會帶我們通往哪裡 這更新比較慢沒辦法因為太多遊戲要玩了 那九日我並不是不喜歡喔只是因為每次他算是 他算是很高難度的遊戲吧然後 很多時候其實我必須要再有這個 十分 充沛的這個精力跟精神 在玩的時候呢才有辦法 去推薦我基本上次我死在這邊嘛因為上次其實我稍微走一下這條段路喔那 喔靠 像這幫也是喔各種陷阱啊地勤殺啊 非常的困難 好成功都處理掉好了 對啊然後一道堆這種可以飛行的敵人啊 這邊會需要我們之前面 也是上個部分解鎖這個新的能力喔就是空中的死定 喔被被箱子壓到也會死喔 這邊也算小小的那個解謎吧就是你不能把這個寶箱底下或是前面的一些 磚塊啊全部都打碎全部打碎的話就沒氣了 又是劍嗎 我靠 撤就不打了吧 我靠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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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這應該要暗殺人啊 然後付出蠻大的代價 然後駭路應該算是開啟節徑吧 這條路我們應該 可以直接往回 對對對直接就走到走回入口了 馬上就是 剛還有一隻POSE 哇 他不讓我們用 煙老啦 他就煙老 哎呀 怎麼沒射中 行了吧 別再逼我了 你還有大好前途 現在投降與我還能夠饒你一命 我做這些不是為了我自己 我也不是你 我怎麼了嗎 暗指你非常自私 我煙老一生 禪盡截律 為太陽人文明的延續鞠躬進翠 當別人在醉身夢死的時候 你可知道我在幹嘛 哪怕是現在 就算脫了這身天禍末期的病區 我也守護著這個滿載希望的寶庫 寶庫 你是指這個耗電的閒置倉庫 當初又是把這些空間跟能源拿來運用 天知道新昆仑可以額外宰上多少人 也就是見死不救 為了要這些東西 放肆 太陽人之所以偉大 是數千年來的累積以及無數的犧牲是不是 這是必要的犧牲之類的那種幹話 如果忘記自己是誰 保再多人又有何用 你把那些人間接的殺害了 你可能連自己原本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 以鼓為盡可以知心替 我們必須將經驗傳承下去 你還要繼續掰嗎 你以為沒人知道嗎 這空間七層的貨物都是權貴的家當 你放行這些私有物好讓他們保你 你不被趕下新昆仑 這什麼你沒有證據一派無言 這時候改革了 把這些淤斧布 需要的話連同過去的榮耀一起打掃乾淨 面對現實吧 你裝得到貓盎然 說到底也只是想狗活罷了 你你你 混帳看我怎麼教訓你這個不懂 敬老尊賢的混小子 敬老尊賢啊 就是因為敬老尊賢到已經太誇張了 現在這個社會才長這個樣子 啊這邊這個玩法其實之前也是 靠 好 沒關係算了 趕快趁 我要嗨入喔 我進去 這還算好閃 但是九日玩到現在我覺得絕對不會這麼簡單 暗殺掉了 暗殺掉了 暗殺掉 暗殺掉 暗殺 暗殺 暗殺掉了 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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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太鬼畜了吧 等一下這個要先站在上面等 每次都要發次數學習 但是我沒這麼多補血都可以用 那邊有東西 靠腰 喔喔喔喔喔喔 靠狼 靠絲 喔弄滿了 喔 抓滿了 那我剛剛真的覺得我差不多要GG了 沒想到好像還有機會 唉唷 倒不掉了 哇靠 哇 直接被射死 都沒有成功的防禦到 哇靠 還算被箱子壓到 真的腦慘 這樣也 哇靠勒 這樣也算被打 都已經蓄好力要下去屁他了 真的很瞎 為什麼他可以先手 哇靠這什麼 自爆彈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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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哇 撐住了 欸 成功了吧 哇 這沒辦法 這沒玩過不知道啊 這要夠快 又要重來了 又重跑了 太棒了 謝謝囉 OK 好 撐到超快 這實在太硬了 第一次玩怎麼會知道啊 強制性扣血啊 那我很多都是沒有辦法用直覺去理解的 好像其實玩一玩會蠻煩躁的 噢 電梯喔 我們看他的地圖吧 先上去開那個捷徑喔 不然的話下次一旦死掉又要重來 蠻得要命 好 來吧 又是你啊 吃油 又見面了義軍 恕在下茂廢不知您是否有見到家凶 是一名與在下神似的猛漢 然後該不會就是行天吧 怎麼了 莫非家凶做什麼無理之事 如果冒犯 讓我把他殺了耶 我被迫與他開戰 事初突然別怪我沒有手下留情 烏乎甚好家凶之莽 在下義無提可思 或許正需要義軍這半告白開導 惹惹惹惹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他的頭被我徹底破壞 你可別怨我 無等之構造與太陽人不同 這點傷不足以致命 有這種事 無論如何還是感謝你的義軍 家凶雖以從這天倉地固逃脫 我自有追尋他中心的手段 在下會在此地休息平和再出發 如果你需要一進義務請請回開口 他們死不了對不對 倉庫去這 有些貨櫃年久脆弱 請義軍千萬小心不乏 知道我 那些櫃裡裝的可都是寶 經不起採大 我會小心 上回在下就已經手進過牆 在褲中撕毀過一疊骨氣 嗚呼嚇不回力 上回你來幾次了 不多 上回造訪也不過就是在下出真眼之時 這池在生物間怎麼成母體不對 工廠也不是老家 嗯 應該是吧老家 我們只有259塊也非常窮喔 所以什麼也買不起 這邊可以看到還有兩個這種mark 所以表示我們應該還有兩個地方要處理 然後下個地方的話就是換圖了 所以坐電梯下去看看啊 看另一邊是什麼 可能是隱藏boss吧 如果是的話我們可能就又要重來了 不對這邊是又進門喔 繼續狙擊 這不可能喔 好 我就知道沒那麼簡單 直接把那個 主要的目標送上門來了 想的沒 這個可能是我們要先到下個區域 然後把那邊的不知道什麼東西弄掉 他就沒辦法再狙擊我們了 這時候我們才能再回來 把這個機關給打開 可以理解 這遊戲每次都沒那麼簡單 都非常困難 好我們繼續走吧 可惡這個臭小子為什麼就擋不住他 你有啦你成功擋住我兩次了 沒關係我還有法寶 我會守住這個寶庫 絕對不會死在這 真該死 這數點忘了我的小鬼 用講的不聽我看你是欠 幹 系統啟動 總停機的時間928年 正在進入偵挫 他好像也活不久了 系統偵挫完畢無異常 不過出來沒多久 使用者生物訊號傳遞完成 所以他又要進去了是不是 進到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機械 成功登入混員工程系統 魚開天爪建立完成 魚開天爪 魚開天爪 靈敏度測試開始 下爪測試 就像魔花機 甩爪測試 我靠這都不好躲 拍天爪暖機完成 我們剛好在那邊 馬上要開打了 炎老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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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傷害非常高 哇靠 側招怎麼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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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果然還有啊 陳 Huh 額 MM 馬上 威 飛 飛 爽 我應該要看一下那一招的喔 沒爬上去 卡有點不知道怎麼卡住了 原來可以這樣子喔 卡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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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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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獲勝了 這隻不算難吧 就是只要了解了就 非常好打 當然還是有些難度 但是熟練之後我相信跟前面的其他幾隻Boss比 相對而言我覺得這隻比較簡單一點 還沒死啊 為啥 我只是 我不想死啊 我倒是蠻想死的 哇 死了都還變成一朵花 他的記憶嗎 大盜之果 換了天或著太陽人死後 屍體會產生炫爛的菌花 所以這是細菌生成的花 實際成因不明 但據稱在過程中 死者一生的修為會濃縮成某種果實 其中蘊含著生命的能量 以醬之吸收內含大量的修為並可小幅增加劍刃與符咒 所造成傷害 打敗他的這個 這個手藝也太高了吧 跟前面幾隻Boss比起來 他算是最強的 我們回不去了 所以我們就只能繼續往前走 想說現在把他幹掉了 我們應該就可以 把剛剛那個沒辦法解開的機關給 處理掉了 這邊一樣可以看他的記憶吧 蠻材 這些都是老祖宗的東西 不能傻 都沒人信這些破爛了 死守這些有什麼用 煙老 寧玉寒的這些隻是太陽人的瑰寶 這是上香嗎 對 我就知道這些老東西價值連城 一切終將有意義的 來吧 他的這個什麼硬啊 OK 煙老的玉璽 王璽啊對啊 王璽不僅是議會最高權力象徵 同時也是用於修改議會法典的禁藥 是專屬於太陽的權限證明 煙老的 王璽 以甲 為印記 精神指標為傳承 傑宗 喂 易公子 聽得見吧 傑拳 你這大鬧 辛坤倫的戲 少了我怎麼行呢 別跟我裝熟 你這瘋子 你這自以為英雄的戲碼 大家都快看你了 我倒是挺意外的 煙老都半身入土了 勾芒也不過是個農夫 他們都能把你折騰成這樣 唉 虧本王那麼欣賞你 你以前可不是這樣的 這令人擔心 你究竟想怎樣 我明白了 你缺乏刺激 畢竟這些年風平浪靜的沒機會練身手 我有個有趣的點子 到儒心室來 我們來個親密的一對一的一台賽 書已經都有講 禮物給你如何 我怎麼確定這不是權難 我會把所有障礙都關閉 單獨復約 難得可以見你 我可不會讓其他人打擾 再說 有機會可以殺了我 再大的風險 你也不會放過 一點已經傳給你囉 親愛大的英雄 可別再讓我失望了 所以他說地圖 居然就在這邊喔 好喔 小丁 我蠻喜歡的 小丁 好喔 小丁 我看看 x3 帶點 又是一個新地圖喔 這算新嗎 馬上就要過去了喔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應該要還是先 最好還是先回去一下 等一下 地圖是我們往回走了嗎 那個鎖住門 可以打開了嗎 我一直想要把那個 剛剛那個機關給弄掉 給駭入 現在可不可以往回走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 來 這樣的話應該只剩下一個印 然後那個印也許是在一些我們還沒有前往的區域也說不定 不過 我不曉得那個boss會不會阻擋我們 那一隻我想要留到最後打 如果 情況允許的話 對啊只差一個沒亮 這個門打開不曉得會有什麼東西 然後 準備得差不多了我們看一下我們該怎麼走 其實我們是可以走到這邊之後先往這個 往這個南邊的方向前進 因為這個底下的區域我們還沒有探 這個 一大塊的這個區域 我現在想法是那個網我們先留著 坦白講 每次打一隻boss都蠻花精神的 然後最近真的空中蠻累的 這遊戲難度真的蠻高的坦白講 所以有時候其實是 要更新這麼慢其實 有很多原因是因為 當下覺得沒有辦法去應付這麼 沒有辦法集中這麼高的這種集中力 然後還要面對這些 考驗 可能會撐不住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要先往那邊走 好抵達電梯 坐下去 好的 就是此處喔 很多路可以走可以往下可以往啊這邊被鎖住了 可以往下可以往這 這邊也是被鎖住的太棒了我們只能往下 就這樣 這條通路的意義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做一個這樣的通路呢 這個我們好像沒有辦法處理吧 然後非常好白跑一趟 所以 目前這個區域我們也是無法探的 那我們就 別無選擇啦 只能去打boss 好 來到這裡了 要打他這條路可不好走 他非常興奮 我不是在做夢嘛能夠再見到你本人真是開心 我還在擔心會嚇到你也讓你不敢來呢 要打就快開始了什麼廢話 我就是喜歡你這直接有這樣的個性 仔細講我們還挺像的不是嗎 都一樣可求全力與力量一樣像以一己之力改變這個世界 也同樣的不擇手段 別怕我跟你相提辯論 別見壞 面對我你不用假裝 顧軍奮戰不簡單吧一個人承受所有的壓力肯定很難受還好給我 別囉嗦放馬過來 挺有幹勁的嘛有意思我也等不及了 我猜這個應該打不贏 超級賽亞人 好直接秒殺 香也知道 暈厭中又夢到他妹妹 又想他妹妹的回憶 我今天翻出以前拍的全息照片有擺來個相冊 小時候全家幾 上山下海 直到某個年紀大哥三天兩頭和爹娘吵架照片才變少 時間是成了你的避風港我有時也會闖進去玩耍 你還要多久好吵喔 別急我已經測量出這棵古樹的多維能量坐標接下來要進行極具和降維轉換步驟 通過我手工打造的直變器根據里爾第二定律的表達式就能夠把源源不絕的能量導入我指定的載體 換句話說這架蒼沙飛行器就快要能飛了 可是你這是從現在看起來實際沉沉的 應該是靈界值的教準錯誤這條管線是不是也不該接在這呢 這研究機器人 看 是可視化的原能 這樣代表能量正在被聚集起來 你說這些氣嗎我做夢的時候也常夢到他們 唉 別胡說 不要小瞧這實驗就連許託天道議會的學者都不一定能獨自操作 這聰能方法是一位倉沙領域的權威科學家提出的 目前還沒有被證實 他非常厲害但對學界而言太激進所以遲遲不承認他的成果 聽說下禮拜會下降的演講如果能完成他的理論一定會注意到 聽起來好厲害喔 但是大哥你做的這是鵝還是青蹄啊 我哪知道重點是機能外型不重要吧 很重要啦你不是想讓人家看見嗎 好吧 讓他飛起來再加上靈粉 可能會有點像蝴蝶吧 然後這隻就是我們 應該就是我們在使用的那個幻蝶喔 能夠遠端操控然後飛到一些管線啊然後進行駭客的駭路的一些功能的機器 這應該是我們在用的 那就幻蝶是不是 是嗎那等時間結束後大哥就把它做成漂亮的蝴蝶送給你 真的嗎 前提是你要當我的助手你要幫忙不能吵我 沒問題太好了好期待喔我要怎麼幫忙我幫你加加油好了 我醒來了 我的小心乾睡醒了 被電的不舒服嗎一定是位置不對我調整一下 舒暢了吧 啊啊啊啊啊啊是 這東西是康迴納斯之後就沒通過電又收著都漲灰塵了 我還擔心能不能啟動呢 沒想像用起來跟新的一樣 不愧是我們結佳的情句 你的身體還真好玩 沒想像就算打不爛 還是會是會有痛覺 廢話真多你只剩張嘴了嗎 這也算基降法演技也太差了吧 真是殺了你可不知道你又會從哪裡再冒出來 我可是弄明白了 你再生的全員是心臟對吧 真羨慕 承受再大的痛楚得也死不了 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 喔 你又聽錯重點了 那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感受痛苦的過程 結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過程 老天隊要擔當重熱之人 必將給予磨難 心靈與肉體上試煉都熬過了 才能成為全人 天將降到於四人眼 是不是 那是幹話 沒必要為了這點小痛哀哀叫 你就儘管折磨吧 折磨 不不不 我是在幫你認清自己真正的模樣 你可以繼續否認 但在那名正言順的復仇背後 你其實比我更嗜血更加扭曲 苦難可以讓你擁抱這些事實 哎呀 又回不去了 沒辦法了 明天再來抓你玩 早安 還沒醒啊 太陽人可不耐闖喔 告訴你個好消息 義工目前還聯絡不上 明時會議會得延期 你們師徒怎麼都喜歡搞失蹤啊 也罷 這樣我還可以陪你玩上好一段時間 怎麼有氣無力的啊 不說這個了 讓你猜猜我剛剛去哪 我去95號牧場晃了一圈 那些遠人害怕的表情真好笑 生物真是奧妙 你說這些猴子沒事幹 幹嘛要我這這麼大的腦呢 但是聽說兩隻漏網之魚好像叫什麼來著呢 神龍跟迅迅 他叫錯了 萱萱啦 別動他們 喔 瞧你這個反應 果然是被你藏起來了 還有那個失蹤的誇服也是 放心 很快就會讓他們來跟你團圓 啊不 原人可以直接收成 滾葬 怎麼了 你現在是什麼情緒 一個人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 是悲傷還是憤怒呢 喔 換點 為什麼沒有被電壞啊 這不科學吧 是 二 三 三 三 呃 如意找不到我們 算盤 幫我找這裡的出路 算盤 您 牢房 訊號 干擾 該死 用您的懸疊 喔懸疊不是換點 去開 小心堤防 不不不不 現在我們狀況非常的差啊 坦白說還能站起來已經很誇張了 抵成監獄喔 坦白說也蠻奇怪的 那個 我們被幹掉的時候 他理論上又說我們的身材對啊 怎麼 怎麼會直接放在我們身上道具 還在 喔 真是懸崖喔 然後我們也不能使用其他能力除了懸疊以外 這樣理論上我們應該可以勾到 對 囚房書簡一 囚犯留下的成就書簡 尊岳父上 在下遇人不俗 因小事觸怒風勢一族 經困於新昆仑之地 不知尊長能否 是否能於商國那頭為我開旋之事 於此亂事再三煩惱尊長實在愧疚 旭康迴 老舊的書簡是不是一對沒有寄出的信件 一封沒有寄出的信件 沒有寄出的信件 那我也害我死定了 可以躲起來 然後我們也無法翻滾喔 這戰鬥能力確實不行 等一下應該真的要藏起來吧 這邊有在暗示我 來 懸疊出來了 然後就可以 開啟捷徑 重點是現在我們也沒辦法補血 所以我們要補血的道具是被收掉 但是 懸疊還在 然後被那個燈照到不是死掉 是被綁住 然後他們的追兵會過來 OK 這些都是在告訴我們 目前的這個地方的遊戲玩法 在引導上還是有做到點 這隻我在想殺不殺死 應該可以吧 殺不死我好像沒戲 這邊全部都要暗殺 不能被看到 好 靠 還有這隻在贏我們 真討厭 沒關係 捷徑我們已經打開了 沒有用 煩死了這隻傢伙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我們用懸疊 懸疊來看一下 好 好 距離太遠了 差一點 如果再故意靠近一點有辦法嗎 好 好像成功了 哇 哇電流急急棒 幸好他不會壞 所以這勉強可以勾到 雖然我是不知道是不是 這是不是正確的啊 奇怪為什麼可以 好還蠻困難的 派入之後 OK 我們應該跳不過去吧 好 漂亮 他有給我們足夠多的時間了 所以還OK 好 有個敵人在那邊 我們等他轉過頭 好 好 好 是 接近了 結果 哇 又要重來 不過我覺得這個部分還蠻好玩的 有那種刺激的感覺 這裡會有什麼東西呢? 先躲起來了 這是通往哪裡啊? 喔 這樣就是一個超級捷徑 我們要是死掉的話 我們要坦白說死了也沒關係齁 因為從我們出發點到這裡其實蠻近的 開了一個蠻大的捷徑 可是上面那條路感覺很難走啊 有機器人啊 又有這個衛兵 先進去 啊 只剩一隻了 OK 這邊應該是要再繞一段才上回去 哇 三隻喔 哇靠 他急著 你每次 你每次走到一個區域的時候他就一定會派一隻這種監視 過來弄你 你很容易被發現 這絕對是設計好的 因為我每次這樣 每次走到一定固定的線段的時候 一定會100%遇到這樣的狀況 誰 這是絕對的 靠腰咧 還有這種鳥的東西 幹 我能格擋嗎 那個炸彈的話要完美格擋 不然就是只能用閃 閃也很難閃 因為他範圍很大 我們可以格擋 我們還是能格擋的喔 欸 沒看到我 雖然我被綁住了 什麼鳥東西 算了 只能夠蒙混過關就好了 你看 每次絕對 不管我多快多慢 只要踩到那條線 那一隻就會這樣走過來 安排好了 先別往回走 先看一下這邊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哪裡啊 剛剛就是走這邊嘛 然後直接遇到他 剛剛就是走這邊嘛 對 看起來這裡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該撤了 先繼續往上走吧 下面應該都是一些比較 沒什麼意義的道路 對面呢 有個寶箱在這邊 但是 以現在的我們來講 絕對是過不去的 這可能是之後如果你就跑回來的話吧 如果之後你還要跑回來的話就可以做探索 哇 這裡可以恢復 哇 這裡可以恢復 喔 回來了回來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回來了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回來了 好 這樣就可以過來了 中階零件 好 好 好 一次蓄力一次全部幹掉 現在這樣的話呢 我們可以 上過去了 原諜看一下 看來是 勢必是要PK啦 沒得躲啦 那一隻感覺很強啊 那一隻感覺很強啊 噢靠 噢 打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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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喔 其實很多路可以走 不過 嗯 好 這也應該是蠻多囚犯的 囚房書簡2 他留下了成 任誰都好快來救救我 我必須逃出去 我必須逃出去 那瘋子要割我身上的肉 老舊書簡 筆基林亂 是不是在意識混沌之時匆忙血的 好不掉啊 你給他油 你給他油 一接零件 前面應該是BOSS站啊 底下呢 哦 底下就是我們剛剛戰鬥的地方 除此之外其實 對啊像剛剛底下還是蠻多區域可以走的 啊 總之先把BOSS幹掉吧 之後再探索 絕對是BOSS 贖罪者康悔 啊康悔 他不是留下筆記的那個人嗎 啊 啊 啊 拜託 要把兩邊都關掉嗎 噢靠 它就一直丟就好了 好 果然很難 要離開 打招呼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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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會途戒指 看回遺留下的戒指 一枚象徵地位的尊重戒指 持有者因屬於名門望族 真可憐喔 前面有看到他的筆記嘛對不對 那可以看到這邊可以往上通喔 但是我覺得在上去之前 我們可能先順便再把 這個監獄裡其他的部分呢 能夠探索的地方先稍微探一下 尤其是底下 這個西南邊這一塊 也就是左下方這一塊喔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先往回走好了 我們可以直接跳過來喔 之前是因為虛弱狀態沒辦法 然後我們也拉了這條繩子出來 所以不曉得這個上面是通往哪裡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弄過了 為什麼要把這條繩子放下來呢 不曉得 群咒預音 施展貼服攻擊的時候 此獄死 此裝備者能夠在貼服過程中 能夠額外的再集中一名敵人 就變得複助 就這樣嗎 然後底下應該是懸崖吧 對這就不用死了 那這樣的話其實這個監獄 可探索的部分並不多喔 大概就真的 還真的就只有這樣 也算合理吧 好吧 那這樣的話就 我們就原路返回喔 好回到了剛剛擊敗BOSS的地方 我們坐進去上去 好 然後 這是一個嶄新的地點 底下是我們最愛的刺 唉唷 有個新的欸 唉唷 狙擊手 這些我們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對付 鎖住的我們也沒辦法去 唉唷 過不去了 總之 歐靠爆發卷 歐靠爆發卷 歐靠 歐靠 真危險啊 哇 存檔點 太好了 喔 新的技能嗎 難道可以對付那些該死的瞄準機關 嗯 暴力之法 對結通這樣的對手就不管用了 到底要怎樣才能抵抗更強大的攻擊呢 按住L並在對方使用 紅閃的攻擊放開 進行無量反擊 喔 我懂了 這也太難了吧 這個太難了 這真的太難了 這實際真的很難掌握 感覺就只是在這挨打 這真的行得通 我懂了 要隨著能量的引導 好 再拿一剎那放開發力 這個很難欸 總覺得還缺有點什麼 戰鬥實踐嗎 靠 這真的太難了 這個很 這個真的很不人性啊 這個真的很不人性啊 而且還要預先有準備 對 然後準備好人家攻擊快慢刀 你 你還要習慣 太難了吧 適合一吸一吐之間 以柔為鋼 太極轉無擊 太難了 這實在太難了 這招 這招 不要告訴我一定要學會啊 只要學會的話 可能再死個二三十次 四五十次再說吧 然後只對他某一招 按住給了萬蓄力 並在敵人攻擊的時候 抓準時機放開 反彈一切外來攻擊 這 這個太反人類了 這個很不自寬啊 先蓄力勒 人家的普通攻擊也會夾雜在裡面 先蓄力勒 這只有對某些真的是 敵人已經很明顯的 要使用殺掉你的那個大招 才能使用的一個 一個招式啊 所以這隻又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對付 我的老天鵝啊 我這邊沒東西了 好吧 完全沒發現 哦哦我懂了 我懂是懂了 要直接從上面下去 把這區域探一探吧 那蓄力還有時間限制 你也不能太早去你知道 這真的是 非常的靠腰啊 中階零件 中階零件 好 我最好 我是哪個 誰 是 誰 是 我 你 是 我 有 是 喔 噢 喔 噢 喔 喔 喔 4 喔 喔 真是麻煩 直接個幅座把他弄掉 好 門開了 那個門會通到哪裡呢 不知道 上面也沒路了嘛 大盜國 好 又一個 感覺滿滿的陷阱位 來 偵查一下 剛剛記得還有個狙擊手啊 在哪裡呢 不在這裡嗎 喔 在那邊 底下好像也沒路了對不對 下面只是刺 然後這樣的話 還是那邊上層的區域沒有探索 底下的話就是電梯了 好 那我們再花點時間看一下 比較奇怪的是好像上不去 哇 那是寶箱怪 看 真的很難 而且我快死了 沒有蓄力成功喔 直接死去 沒關係 反正也沒補血 我想勝算也不大 爆頭成功 好 刀接零件 比起那邊跟他賭我還不如直接貼著打 這樣的話這個區域我們應該就看得差不多了 然後繼續往回走那這邊電梯以外呢 這裡我們是不是來過啊 然後我們是不是打通這邊的道路然後就想說這個意義是什麼 好大家了解了 靠 彈藥催化劑 可以用來改造藥斗增加使用時回復的體力 上等的催化劑可增加彈藥催煉的效率 讓治療效果顯著提升 然而他造價不菲是一般人買不起的高級醫療用品 好OK 電梯我記得我們是來過了啦 就是底下這區域沒碳而已所以 好 這樣就可以往上通了 那其實也是走回頭路的感覺 上去吧 怎麼回事 還在受傷 結果還是暈倒了 被被他看到 還活著嗎 好被送了回來 伸獸重傷 裂什麼內臟移位脈搏極低 一大人會不會挺不過來要是他死該怎麼辦呢 唉唷你別說這種觸眉頭的話 要是他死了小的會接受這地方 動土改造成專屬墓園 別擔心死不了的年輕時我們什麼傻事沒幹過還不是生龍火爐的 不過嘛要是他死了這些方式大意我就收下了 開始瓜分他的財產了對不對 說什麼鬼你又穿不下 謝天謝地你覺得怎麼樣看得清楚嗎 我沒事 大人寧生你欠安請抱持平躺 讓開我要 別鬧了先好好歇息 奇怪傷成這樣怎麼回來的 這小的不清楚一段時日聯絡不上回過神時就瞧見他在臥塔上 所以有人偷偷把我們送回來 他有看到是那個皮膚藍藍綠的怪哥哥把他抬回來的喔 軒軒你沒事吧那就好 行了你們不用都圍在這讓我一個人躺一躺 藍藍綠的怪哥哥有交代要你多吃寒肉植物還要聽點音樂恢復精神 樹小的屍體當然是怎麼把自己傷成這樣 傑拳 太陽傑拳 你沒跟我們敲定計畫就自己去找他 萬萬不可 傑拳 傑家這公子是出了名的狡詐暴力 情報顯示這絲善於操控人心 而且蠻拉瘋的 幹嘛我都覺得他蠻厲害的而且說的話有些說服你 不過就是一些歪理對不起來廢神的罷 不然就別惹他了 你就這麼崇拜那混帳東西 不不怎麼會呢我只是覺得那種人不值得牛命去跟他拚 這麼認同他的鬼話你隨時可以滾到電單工廠去 你冷靜點好嗎事情不是非黑即白你真的想清楚了嗎 到底是真在追求大儀或者是想出一口惡氣 好啦好啦大小聲對身體不好胖叔叔其實也沒力氣討價吧 別看他假裝不擔心我知道剛剛一個人照看 一個人照看你的時候他急得哭天搶地 喂小鬼你別亂說話 別嚷嚷這點小傷馬上就復原了 休息好我再回頭見他不論是結權還是誰一個都別想逃 要死我也要收下他們的命來陪葬 主角就這麼個性啊 他回來了所以他就坐在這邊了 義軍是否也無大 我沒事了我聽萱萱說的是你將我背回來的事嗎 古聖先賢有雲 徹飲之心人之端也 賤人有難在下行有餘力 豈能束手旁觀 不管怎麼說我欠你一個人情 呵呵 承蒙義軍褒獎在下盛感榮幸但居居小事不足掛齒 若義軍堅持回泄之後請再持續用金與我交易即可 又是金 你有那麼多系統需要維修嗎 這您有所不知自從找到家兇後金的用量增加不少 您的哥哥行天 找到他了嗎 拜義軍所示在下已經將將他引導之隱蔽處 等一下為了解救他我正忙著籌備相關的零件 在準備周全之前在下恐懼在 在此借助其日還望你海涵 也不差你一個的儘管住下吧 謝過義軍如果需要交易請隨時開口 這也方便喔 奉還禮成功施展無量反擊的時候呢 可將不分內傷轉一次敵人 實現將傷害奉還給攻擊者從而轉為 轉為而安喔 算力元件每次有一個便能夠替 喔這個很重要喔 1771塊有點難 然後更多的 毒喔 還是先把這個毒給買 對啊也只買得起這麼多 然後這個貴族鑰匙原來是可以拿來賣的 我還以為是什麼重要的東西 全部拆了 好還有七千多塊 還不錯 你手上那是什麼拿來給我看看 破雷彈 這方式堂的禁忌武器自戰後我就再也沒人見過 如果他體積縮小 爆炸的調整範圍應該調整一下的話應該可行 你自顧自在說什麼呢 等我一下說出來你就知道了 3D烈印 好了 拿去新的箭矢破雷箭 結合破雷彈功能製成的箭矢 會在擊中敵人後產生一連串的範圍爆炸 以雷霆之勢 殺敵於片刻間 感覺是很帥啊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有 那個吃油到底是從哪冒出來的 一個陰陽怪奇的上古兵器 我也不明白 有人格的人工智慧還算常見 就是沒見過這麼怪的 一直說自己是個書生 不過再怎麼模仿太陽人的情感 也不可能有自我意識吧 看你如何定義自我意識囉 或許在某些人看來自我意識也只是一堆 神經回路產生的幻覺罷了 我問你我以前跟岩老還算處得好嗎 確實你比我更懂得紅長輩開心 那好我竟然還用不著了 你覺得事情該段落後 保護庫裡的東西我能不能自取 那些古董機具裝飾在玻璃罩裡多可惜 我一直很想拆開來看看 你應該很清楚岩老把那些寶貝看得比自己的命還重 要是你不擔心冤魂氣到彈起來的時候就請自便吧 唉唷晦氣我最怕鬼了你別這樣 不行阿阿龍你冷靜一點你要是受傷了村裡的大家都會難過 你說誰會受傷別太瞧不起人 那些怪物能有多難對付不就是長得大長得可怕拿了幾把大武器 你們在討論什麼 大哥不好了阿龍說村裡也出現那個鐵甲怪物了 他說村裡現在一個人都不剩大家不曉得被帶去哪裡 傑泉 傑泉就是那個傷了大哥的人為什麼要這麼做 多半是衝著我來的他知道我曾經常立在桃花村 你們打算回去救人嗎 才沒有誰在乎那怕人死活不管我的事 唉唷你分明就擔心到一直在村口偷看我都唸一把冷汗 怎麼辦呢我也得想辦法猜醒還是我回去呢你回去能幹嘛 你別想一個人離開四季格給我好好待這 可是桃花村出事了我怎麼 我又不能見死不救 要是跟大哥一樣武功高強就好了 現在去桃花村會打亂我的計劃 我本來就沒期待過你們這些妖怪能有多熱情 好啦還是會幫忙啦 好耶 那個火燒的區域底下有地洞 地洞裡應該有路可以走回村子 為什麼你連這個都知道 但那些通道窄得很 而且很多地方都塌了 不然我早就能夠從村子出來了 對了 這也給你帶上 恩公說要進出那些地洞 這玩意兒是必須的 大哥 如果要救村人還得盡快 桃花村可能等不了太久 知道了 這不知道是直線還是主線 古礦坑通行令牌 古代礦坑留下的通行令牌 是神龍從他的恩公手中繼承的 可以解鎖古礦坑內的通道 據神龍所說煉丹工廠的地下通道連接了洞窟 穿越那裡即可返回桃花村 所以這個植物現在我還爬不上去嘛 所以 好吧 還沒辦法拿這個寶箱 你這白毛妖怪還真命大 我猜跟我一樣你的身體有些虛幻之處 難不成是不死之生 是也不是老實說我也搞不太清楚 但能這樣反覆再生都是拜這個心臟所思 跟我的胃一樣 再來你不就能永遠活下去 別傻了我能力是再生不是永生 你們那什麼寶庫不就一堆飛來飛去的大箱子 非我特地翹開幾個看 結果裝的竟是一些硬石頭跟沒用的鐵塊 從蓬萊帶來的各種稀缺資源還真的被你說成垃圾 那我不否認寶庫裡面有用的東西也是挺多的 像是那是貴族的衣物 衣服怎麼會沒用至少還能拿來保暖 唉早跟我說我就多開幾個 大人如果要回去找結權起務必先做好萬全準備 只能長年透過大量的煉丹 將自己改造成一個戰爭機器 縱然大人武衣造義極高也還是小心為上 我們直接被秒殺了 因為位於煉丹工廠頂樓的生物堂 經推測的是結權目前的所在地 但煉丹工廠的熱量輻射會對威兵以外的生物造成致命傷害 且放回極大 要闖入底樓層勢必得先破壞持續製造熱量的機器 否則整個區域 將會寸步難行 大人 根據資料顯示 岩老管轄內有一個六行寶庫 六行寶庫 對這個我不知道 我們差一個嗎 這個庫房裡想必收藏了許多貴族的珍寶 不過那天仓地窟內的結構比迷宮還複雜 尋寶石還請務必當心 我們那時候差一個不曉得 不曉得是差了什麼 OK那以上呢我想 時間也差不多了 應該就這個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Maya Kirby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